本年管政府为了标语 推电社会教育有有功的团体 去国际设立社交有功 去逢中 就出国来这些资金书 北港文书工作者 郭定兴 是上推动地厚的文 参务输入国际丁丁 今年立场去逢中 国际中的困境 郭定兴表示 未来继续努力 推动地厚的文 学校的评书 大概160几张 一百的评书跟证书白开 这是北港在地的文书 工作者的五丁兴 临近的证明 并且是对这些推动 无形文化主宣 以及过去收好丁兴工作 因此今年是立场 文言管政府 社交友谷 为逢中的困境 先谢谢夏伦国小 提报 我推动社会教育 有功的奖项 主要还是应该是在推动 无形墨资产 龙凤吃鸡 和石头制作 包括吉亚轩的推动 和吉亚轩的修复完成 和中间的一些活化 还有一些镇安宫 这些登记所等等 古迹历史建筑 无形文化资产 包括龙凤丝 北馆等等的艺术 不是8加9 是真正的无形文化资产 而且也是真正的 台湾最好的一个酒酿 古迹历四回就开始学人赛 15回一直到现在 不但已经是教人赛的老师 也有很多国籍籍 国家籍籍的教练进教 希望可以继续推动无形文化资产 改善一般的人对人赛的印象 我四岁开始学武师 那大概到国中开始做师头 然后大概十五六岁就开始教学生 所以大概教了快 大概教了二十五年左右 那从事文化领域大概是 大概快二十年前吧 我大概有国际级的农师裁判教练 国家甲级的裁判教练 国家乙级丙级的裁判教练 我现在是国家甲级的裁判教练的讲师 所以大概就训练一些裁判出来 未来可以服务这个社会这样 他的打拼到精神 也让在地的人受到感动和困惊 希望可以继续来保存各种的文化资产 北港的所有的一些主要古籍古物 他都会主动去给你申请 参加联络我们来申请 给你列入营丽县的文物 列入营丽县的古籍 还是历史建设 所以他对地方的共演很大 无论文化的推动 需要很多的生力和人材 不准构织需要穿红的日子 希望未来固定性继续打拼 让更多人看到文化买人的地方 记者订队组唱不到